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6月4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目前欧乌双方的战线啊,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在哈尔科夫这儿,有了一些新的动向 这个动向就是乌克兰获得美西方的许可 用他们的武器啊,可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 这乌克兰人呢,一分钟也不耽误 立马就用美西方的这个火箭炮、导弹、榴弹炮 打击俄罗斯本土 俄罗斯消息人士称啊,乌克兰武装部队 自周五晚间以来,已向俄罗斯城市 比尔格雷德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 自前天以来,基辅已获军死人 大多数西方武器攻击哈尔科夫地区附近的俄罗斯领土 比尔格雷德市弄起了空中警报 这个还不要紧啊,最主要的是 部署在距离乌克兰48公里的 俄罗斯比尔格雷德州的俄军S300和S400装置 被乌军摧毁 至少两架S300和一架S400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估计啊 乌克兰至少向俄罗斯境内发射了100发以上的海马斯 部署在比尔格雷德州的这些防空系统啊 这些昂贵的啊,防空系统 实际上早就被乌军盯上了 美西方一声令下 这些防空系统啊,宇宙最强 地表最强 S400就化作乌有啊 短短的一个月啊 俄军的S400防空系统就已经被摧毁四套 乌克兰获得了使用西方武器许可 打击俄本土的第一批战果 今天也是地保老人 进入不眠之夜的第四天 咱们也心疼一下地保老人 一小时二十二分 太长了,改成一分钟二十二秒吧 为什么要心疼一下地保老人呢 大家知道啊 现在情况非常严重 这个不是打脸那么简单 地保老人打脸啊 这个已经细以为常了 但这一次比打脸更严重 这踩在脸上 这是有史以来啊 美西方的武器第一次落在俄罗斯领土上 这是德国武器第二次落在俄罗斯领土上 大家就知道啊 这个事情是多么的严重 俄罗斯本来是要反美帝霸权 反北约 结果反美帝 北约反正什么样不知道 炮弹导弹到了俄罗斯境内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 当俄罗斯的领土啊 遭到攻击 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反击 现在地保老人正在纠结 敢不敢用核武器反击 因为五夫一娃呀 狠话都已经放亡了 这个前总统 现在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梅德威杰夫 指三骂槐 阴阳怪气 天天就说地保老人不敢用核武器 所以说地保老人进入了不眠之夜 这几天一直没有睡好 大家应该发现了啊 这俄罗斯人报复啊 是不过夜的 就但凡乌克兰炸了克里米亚大桥 或者乌克兰干了个什么事情 那报复立马就要进去 100枚循环导弹 几十架杀核的无人机 最次最次啊 也得派这个五夫一娃口炮一下 然后再配合这个导弹打击 什么突九五啊 发射几颗 匕首导弹 但是这个啊 已经落后了 如果你再这么报复 这不算报复 已经习以为禅了 人家这个乌克兰 美西方明显是升级了 是打俄罗斯的本土啊 这个性质完全变了 所以说地保老人 现在非常生气 这个脸面掉地上 被人还踩了一脚 这我倒是希望地保老人 赶紧反击啊 这都已经过去三四天了 还在干啥呢 等啥 在修那个核按钮是吗 这不前几天刚跟那个卢卡申哥演练完吗 那战术核武器演练 这好久没有下文了呢 到底有没有发射出去啊 能不能升空啊 那个核按钮到底通不通电呢 摁下去有没有效果啊 这不刚演练完吗 这不用白不用啊 趁这个机会 你不教训一下这个美西方 能行吗 这个时候啊 大地地保老人不能怂 黄俄罗斯还在看着地保老人呢 那个核按钮天天拿着盘 有什么意义呢 你这个时候不摁 什么时候摁呢 所以鼓起勇气给它摁下去 天天恐吓 天天画红线 没有用啊 这么让的话 你要让到哪儿 这个苦心经营的啊 这个硬汉形象 是荡然无存 对吧 你即便不怕美西方笑话 那这个梅德维吉夫笑话 那也不好受啊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地保老人现在是 喇叭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有很多人说啊 这个普京啊 地保老人为什么要在哈尔科夫发动攻击呢 为什么要开辟北方战线 又增加了一两百公里长的战线 何苦呢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 邵一谷格拉西莫夫这些人 给普京啊挖了坑 只有这个战事升级 只有把全俄罗斯拖入这个战户 那他们才安全 这个战打得越大 格拉西莫夫的权力就越大 普京就越不敢动他 邵一谷就越安全 而地保老人对战场的刑事判断 完全依赖于邵师傅 格拉西莫夫等等啊 这些现役军官 他们实际上是利益共同体啊 打得越大 越有利于他们 一将功成万古枯 高级军官 送命的可能性毕竟小一点 地保老人对前线 完全处于这种蒙蔽状态 在他看来 稍微再加点马 稍微再加点舱 就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乌克兰人呢 马人就投降了 稍微再给他加大一下力度 乌克兰人就跪下了 乌克兰人已经打没了 美西方已经不敢再援助乌克兰了 美西方害怕核武器 美西方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水浒啊 水破凉山啊 这个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 前前后后应该派了四拨人去搅这个梁山 对吧 最早是胡彦卓嘛 派胡彦卓去搅这个梁山 皇帝还亲自接见他 给他送了一匹宝马 后面还派了官圣 官宇的后代 这哥俩人都输了 反而还投奔梁山了 后面是同贯 再后面是高求 一次比一次规模大 一次比一次动的钱 花的钱多 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很奇怪啊 宋徽宗对梁山完全不了解 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宋徽宗对梁山的了解 完全依赖于高求蔡金他们的汇报 高求和蔡金说梁山什么样 那梁山就是什么样子 四次去搅匪 要正常人理解就是 为什么第一次你没有搅匪成功 第二次为什么又没成功 第三次拍了更多的人 你们还有第四次搅匪呢 如果你前面搅匪成功了 不应该有后面一次啊 这些啊 都由高求和同贯通过这个花言巧语 编织着这虚假信息 让宋徽宗相信了 实际上后面应该还有第五次第六次 但是啊 宋徽宗意外中啊 通过别的渠道 知道了梁山的真相 所以才有后面的招案 哪个渠道呢 一个就是李诗诗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韩存宝啊 这个玉石 韩存宝啊 被梁山抓住之后 好吃好喝鲜蛋 告诉了韩存宝的真相 让韩存宝回去了 韩存宝一回去之后 就开始通过他的关系 把这个梁山的真相啊 传递到宋徽宗那儿 宋徽宗了解真相之后 实际上就是打破了蔡金和高求 给宋徽宗啊 这个信息检防 所以做出了赵沃安的这个决策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地宝老人跟宋徽宗多像啊 他对乌克兰前线可以说啊 根本不了解 完全来自于汇报 你怎么汇报 他就怎么相信 唯一不同的啊 是俄罗斯 是俄罗斯人民的俄罗斯 不是普京的俄罗斯 对吧 地宝老人就在俄罗斯搞了一百年 而大宋江山啊 那是人造假的 你可以理解成 都是宋徽宗的家务史 格拉奇莫夫 烧一股 目前所做的一切 类似于菜金高求 地宝老人呢 按他的说法 是要在哈尔科夫这儿 搞一个卫生地带 恐怕就是长一百多公里 宽呢 二十公里左右 但是现实是什么呢 地宝老人是希望在乌克兰一侧 搞一个卫生地带 现在这个卫生地带啊 估计十一八九是要挪到俄罗斯这一侧 这是地宝老人始料未及的千算万算的 没有算到这一条 大家知道啊 为什么说地宝老人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呢 以前啊 这个俄罗斯自由军 俄罗斯志愿军 这六支 凡普武装啊 他在比尔格雷德活动 那是孤立无援 就是说他们是孤军深入 没有炮火支持 他们是挨炸的份 现在呢 美西方的大炮 可以说啊 给他们编制了一个防护网 他们现在在这个比尔格雷德 那是鱼如得水 这些美西方的大炮火箭弹 导弹 可以给他们提供支援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啊 现在摆在普京面前 地宝老人 再糊涂 他应该知道 俄罗斯挨炸了 这个面子怎么找回来 所以说他啊 彻夜难眠了 说一千到一万 你发动这个战争 不就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吗 那现在俄罗斯还挨炸了 这个怎么解释 6月3号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伯克夫就美国用美国武器袭击 俄罗斯境内表示 俄罗斯警告华盛顿 不要做出可能造成致命后果的误判 此外 俄罗斯呼吁美国要极其严肃对待俄方的警告 但是我看啊 这个俄方的这个警告啊 也起不到什么效果 这美帝啊 是一意孤行 置若罔闻呢 就是敌宝老人就不要再警告了 招呼吧 还等什么呢 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啊 现在好言也没了脾气啊 警告也警告过了 人家就是不听 好言相劝 这个美帝一句都听不进去 恐吓恐吓也没用 怎么办呢 这个拉夫罗夫说啊 整个西方都不去注意乌克兰的纳粹主义行为 因为乌克兰需要被当作反俄武器 乌克兰的一切都可以原谅 拉夫罗夫还表示 俄罗斯不断要求欧安组织 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进行特别调查 拉夫罗夫还要求联合国去调查乌克兰 乌克兰为什么还不投降 不投降那就是纳粹主义 6月3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 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 开始非洲访问执行 这是自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拉夫罗夫两次两年来第六次访问非洲大陆 这个拉夫罗夫一肚子委屈 找不到地方说理去联合国说 人家也不听他的 警告恐吓美西方美西方也不理睬 说好话恳求人家也听不见 所以只好到非洲找这些哥们倾诉一番 当然少不了带点粮食过去 否则人家没时间听他诉苦 这个非洲的首脑直言不讳 对啊告诉俄罗斯人我有时间你有粮食吗 我可以听你说 当然了这个乌克兰人啊 现在美西方虽然同意他使用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 但是还是有限制 乌克兰人自己用美西方的技术 美西方的援助他自己生产无人机导弹 自己的武器那是想打哪打哪 没人能管得了他 最近乌克兰用海湾型反舰导弹 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燃料库和马 这是乌克兰首次公开使用国产海湾型反舰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俄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部宣布 海湾型反舰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敲架索油库和码头 港口里的第二个油罐也遭到了袭击 乌军此次袭击发射了大约8枚海湾型反舰导弹和20架自杀式无人机 乌克兰人实在是憋屈无聊 这反舰导弹你打这个油库实属不讲武德 后来一想这也不能怪乌克兰人 因为黑海上没有军舰的让乌克兰人打了 即便有一两艘水面舰艇用这个海洋宝贝无人艇就足够可以对付 因为这个海湾型反舰导弹一击致命一举成名 两发海湾型反舰导弹就完成了对这个黑海舰队齐舰莫斯科号巡洋舰 这个航母杀手航母克星就对它完成了改造 所以这个海湾型现在没有目标放在那也是闲置 所以只好拿它来打这个油库港口 我想很快乌克兰人就会把这个海湾型改造的射程更远 打击这个俄罗斯纵视目标 6月3号路透社报道说 意大利外长周一在接受电台采访日表示 意大利将向乌克兰派送第二套萨姆温空系统 以回应基辅要求提供更多帮助以抵御俄罗斯导弹袭击的请求 这个美西方又在玩这种腾龙换鸟的游戏 这个德国和美国昨天干宣布 可以用埃国者导弹去打击俄罗斯境内的飞机 但是意大利说了 对吧我们现在提供的武器 你不要用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那简单 德国美国援助的埃国者就要前置 对吧就要向这个边境地区运动 那这个基辅利沃夫这些地方靠什么来保护呢 那就是你意大利提供的萨姆防空系统 这个简单 对吧你只要给武器就行了 那大家就好奇了 地宝老人难道就这么被动吗 坐以待毙 束手无策 也不是的啊 地宝老人是毕竟啊 是酒精沙场 酒精考验的政治家 这个作为政治家 要善于把对自己不利的转化成对自己有利 扬长臂短 所以地宝老人想了四天 发现这个虽然收拾不了你这美西方 但是也可以把目前的局面 转变为对他有利 当地时间6月3日 俄罗斯车臣埃哈迈德特种部队指挥官 阿劳基诺夫向媒体表示 埃哈迈德特种部队 已转移到乌克兰哈尔科夫方向作战 阿劳基夫说啊 特种部队人员已经进入于哈尔科夫州接染的 俄罗斯比尔格莱德州将参与建立缓冲区 他说特别军事行动进入决战阶段 此次战区转移在当前尤为重要 战斗人员已转移到不同战区 并开始作战任务 这个一般人看不明白 车臣出征蹭草不生 这是黄鹅挂嘴上的一句话 当然他也就成了地宝老人的一个心头大患 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卡贤之 利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半公开化的装了车臣 对吧车臣派出将近十万人去乌克兰 轮换鸟枪换炮 本来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 仅用那种装甲车 重武器就是RPG 现在呢好歹换成这个反坦克导弹装甲车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车臣的精锐部队 就是阿劳基诺夫指挥的这个叫埃哈马德特种部队 这是卡德罗夫首人的王牌主力部队 迪宝老人看着这一切 这两年来不断壮大的车臣的势力 记上心头啊 本来车臣的部队啊 在乌克兰战场上 那是冲单是督战队 治安部队 就是说前面俄军或者是其他的工军 打完之后 他们去打扫战场去维持秩序 本质上比较安全 在后方 然后主要是拍一些这个段子 每天发作品 保持这个一天两更 什么RPG打飞机啊 RPG五连发 相对比较安全 对吧 他离前线最近也得20公里 这一回啊 迪宝老人把他们调到哈尔科夫 让他们来粉碎来摧毁美西方的火箭炮 导弹 说通俗一点 这就是借刀杀人 借乌军的手 借美西方的武器 消耗掉车臣的精锐部队 看哈尔科夫这儿啊 要成为一个绞肉机啊 因为这个有六支俄罗斯的反叛力量 志愿军 自由军 还西伯利亚营 恐怕要长时间啊 就在比尔格雷德这儿活动 那他们以后的对象 主要是车臣的这个埃哈迈德特种部队 接下来啊 就要看这个卡贤侄啊怎么应对 这个车臣部队啊 你让他拍段子可以 你让他真的去打仗 那肯定是要翻脸 这个美西方的导弹火箭弹 它可不分你是车臣人 还是俄罗斯人 保不及啊 这个卡贤侄啊 就要调转枪口 想一想这个瓦格纳 想一想普里格金 这不是一样一样的吗 还是那个剧本 还是那个配方 还是那个味道 只是啊 角色变了 演员变了 插一条新闻啊 这个媒体报道啊 胡塞导弹击中一艘货船 该艘货船名为拉克斯号 是一艘希腊拥有的悬挂 马绍尔群岛旗帜的散货船 该船在红海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当时这艘货船正在运送粮食 目的地是伊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胡塞武装啊 击中了一艘货船 而这个货船呢 是正在给伊朗运粮食 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不过我看了一下啊 目测了一下 主要是怪这个船啊 长得一点像那个 艾森海沃尔号航空母舰 这个怪不得别人呢 谁让你长得像这个艾森海沃尔号呢 《莫斯科时报》说周一 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大楼外 出现了罕见的抗议活动 一群女性要求遣返 被征召到乌克兰作战的亲人 并要求新任国防部长安德烈夫 别洛乌索夫见面 这些俄罗斯人呢 也是吃饱了撑的 国家正在打仗 正在对抗美西方的霸权 这个时候怎么能出来捣乱呢 还要见这个别洛乌索夫 这个别洛乌索夫现在忙得像什么一样 这个别洛乌索夫现在正把军装穿上 参加这个俄罗斯安全文人会会议 这个邵师傅把军装脱下了 别洛乌索夫穿上了 一个脱一个穿 参加的是同一个会议 是俄罗斯安全文人会的会议 文职的国防部长 这也没什么 为什么非要穿过军装呢 就掏上这么一个壳 难道就有法术吗 就有了魔力 这个别洛乌索夫啊 一旦穿上这套军装 那么意味着他 可怕就要像烧一股一样 这叫身不由己 也得加个零 也得诚实 最后我们再看一段视频 那这就怎么办 那这就怎么办 那这一天 我们再看一会儿 什么叫东盟黄犬呢 就是秦始皇死后啊 那个李斯不也是被抓了吗 说他模仿 然后这个赵高啊 负责审理他 那就是部长气势 而且是满门朝长 在这个刑场啊 李斯跟他的儿子互相道别 这个李斯感叹啊 问他的儿子 你还记得当初啊 在这个老家 上菜 也就是河南的筑马店啊 咱们父子一同牵着黄狗 去打猎的场景 不管怎么说啊 死到临头了 他开始怀念 珍惜这种平淡的生活 希望这个卢卡申科啊 也能借鉴一下这个典故 不要到时候发出感慨 怀念 对吧 骑着平衡车 抱着他的爱犬 这个快乐时光 不要为了多吃那一口鱼子酱 助纣为孽啊 对吧 要珍惜周平时光 不要到时候来到这个歪脖子树下面的时候 再感慨 那个毁之晚意啊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